好,按住那一套就是作畫本身已經很令人有遐想 還是叫遐想呢? 應該不遐想 我不知道怎麼說的 風格比較特別 不是風格不遐想 那這一個人招牌的,先說回來 這套就是魔法辯護師了,我們想說的 魔法辯護師 對,你可以這樣叫 辯魔士,它裡面稱為 辯魔士,即是吃了律師日文那個漢字 魔法辯護師,簡單來說就是 沒錯 這一套就是這個,正如IM所說的 就是這個看人設就有下想的梅津泰神做的 首先大家可以忘記了上一季的佳麗樂少女 因為這一套是 很難令人忘記 這一套人家是總力大作來的 人家劇本,原創,到角色設計,什麼都是他做的 佳麗樂少女不是原創 但是這一套人家的劇本外包被人做的 雖然都是監督 但是這一套人家說什麼籌備經驗,十年以上 這套是主要是大作來的 但是一開始看都OK的 現在是第一集的質素 簡單說一下 其實就是一個少女 最主角 天才少女 年紀輕輕就做了這個魔法辯護師 應該這樣說 一開始就上演了魔法的罪犯,大戰這個警察 很何理活色的一開始 整套都很何理活色的 我一開始就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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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真啊你 謝謝 連我都會聽,真可憐 一開始就這樣說 那些作畫 可以啊 那些作畫 真的 那些場景處理 又可以啊 那你會看得令人流淚 我覺得大家就有一點點 我看到一邊就看不到另一邊 因為其實除了梅津泰神之外 還有另外一位都是 兩位都是比較特別的作畫的畫師 他人次是梅津泰神 另外 我叫Nivita Nivita 那兩位都是一些作畫 算是很有特色的 在業界面 Nivita是否基前的負責 好像是 我不記得他那個位置是什麼 Anyway 有Nivita 那當然 雖然在很何理活色的 開頭那裡 其實我都覺得 有些 當然他也有些不合理 他去魔法那裡 他是能夠擋子彈 但是他在這個近生的期間 那時候 當然 要中招的固然要中招 他給點三八 他都可以射得倒 我覺得這不合理 不過算了 這件事 我唯一這一點裡面 開頭想著說 究竟 那位女警官 究竟是不是都是魔法師 原來 原來不是魔法師 要知道 點三八 他就可以一槍 就可以穿過這個魔法陣 可能是煙的 不是 他是煙 不知道撥到他 然後射得死他 然後射得死他 總之是一個很勇猛 很勇猛 真的是 用了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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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可以射死他 總之就是一個很強的女警官 可以用肉身抵抗魔法 神經病 沒有魔法 都可以抵抗這個魔法師 肉身抵抗魔法師 這樣說 好了 鏡頭一轉 就去到天才少女主角 簡單來說 就是他們 這套劇的魔法辯護士 就是其中一個 就是有魔法師的人 就是會為一些 世界上的設定 世界觀 有些人才用魔法的 有些魔禁法的 存在 就是為了限制他們 用魔法的權利 或者叫做 魔法術的規定 令他們用 因為八人 專門識魔法的人 專門為這些人打官司 因為你總不會說 你完全不設定規限 有些魔法的人 對著沒有魔法的人 完全不能打 雖然如果認真說 他的魔法都奇怪了 不過算了 那些屬性同學都會 什麼樣子 你不覺得風呀 水呀 火呀 那OP那裡都說明 每個人的魔法 不知道是否只會出那種 但至少他們的常用 那類的性 他們的簽證都很全 他都很專一 沒有魔法 不是出了這麼多的角色 他都應該只懂那種魔法 他熟悉的魔法 又不見有一個很變態 好像電磁炮那些 當然 其實第一集 他叫做頭的十幾分鐘 第一節裡面 很簡單概括 就是說 有這個懂魔法的人犯罪 然後犯罪之後 被人抓了之後 就要帶上這個魔法庭審判 而他們審判了 如果你有罪 就會被那個法官判死刑 判死刑 對 不知道是否被龍咬死了 那些東西 死刑沒有面子 有一點失落感 可能會補完 可能不能出門 不可能不能出門 搞錯 人家都有噴到血 人家沒有噴到血 所以你可能會嫌他 當然 當然 剛才會說到 鏡花那次就是 Sexley第一天上班 就是 其實那裏 你見到的 他做 他做 場景那裏 其實都花了不少功夫 當然 某些 肯定是照片來的 照片摺出來的 其實 但是 看他下色那方面 其實是豐富的 其實 比起正常說 用照片執環 場景的 過場 其實是用多了功夫的 他由這個 Saturation 高一點 他由那個 上色方法 滑長景方法 到人質的感覺 都比較有那種 舊式的感覺 兩位都是色彩 很嚴厲的人 當然 因為監督本身 都是很舊式的人 所以 整件事是很合理的 所以 大家看到 人物的顏色 的配搭 都是很搶的 即是那種 很大 甚至覺得突厚 都 跟現在 你這個年代的設計 風格很不一樣 最大的明顯就是 當你拿去 Gangani 去對比 你就會覺得 顏色相差很遠 特別是 警戒之比方 警戒之比方 那些顏色是 比較冷系色的 但是 這邊是走很大的 contrast 分別會更明顯 你可能拿Kon B 或者JC 你不會覺得 很明顯很明顯 JC 有時候都會 你會覺得好像有些 打一陣下氣 好像Canon的鏡頭 但是這邊就 很大起大落的 顏色上 會 固然 其實 在這一節 Cecily 第一天上班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 搶劫案 你們擺明搏炒 第一天做這種事 還要第一天上班 第一天上班 都還沒自己接Case 還沒見老闆 那時候 就馬上自己接Case 真是 哇 真是 真是 是不是叫做 新世代員工 要搏出位 有什麼呢 他這些建議 天真 建議用為的好少女 人家 已經有天真美俗 香港老闆主要說 那些什麼Y世代 你試試這些人在香港做事 第一天被人炒 你感覺到這個主持的年齡真 令到這件事很有感感 很明白 大家是 不是我被人炒得最厲害 我不是我 沒氣去 這件事已經這樣 阿碟野所長就 這件事是 這件事是 那兩隻蝴蝶那個 這個人應該都是神偷人物來的 最後他決定接Case 這件事是 一班搶廢 去銀行打結 然後有一位已經被銀行炒了魷魚的員工 就在裡面 用魔法殺了一個 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一個蝴蝶 是的 但是呢 因為他是一個被炒的員工 而且在被炒的期間 他每天都出現在銀行裏面 就被認為就是 這個蝴蝶的同黨 Stalker 而因為就是 因為就不想被人發現自己是 是蝴蝶的同黨 而殺死自己的 同胞 不是他按了罪名下去 就是說你因為想獨吞那些財產 所以殺了同胞 而這件事很明顯 我不知道在普通人類法來講是怎樣 但是很明顯 在這個 所謂的魔法 在這個對摩佩斯的法律來講 是疑點利益是不歸於被告的 我是說什麼 我是要屈你 不是啊 都不是疑點利益 都不關這件事 他始終是那個魔法 始終真的打死了人 應該說什麼 是他們假設我就當是 你這些很基本的常識就是 假設你是需要有這個環境證據 或者實質的 無罪推定 資料證據 你去證明這個人真是被圖 我當你環境證據 你可以這樣去假設這個人 因為他有這樣的可能懷疑的動機 但是這個是一個懷疑 疑點 是我猜你對銀行 懷著這個怨恨的心情 而天天來做偵察 然後你殺了個比拖 我就說 你就是為了 洗脫自己的嫌疑 然後就殺人 真是你猜 我沒有的 這一套裏面都說到 世界觀系社會 對這個魔法師不太接受 所以我肯定 我第一點 我肯定說 二點利益歸於被告這件事 在魔法師那裡存在 而他們甚至去到 我誤你是 如果你沒有證據 你自己不是 我就當你是 事實上真的 去到第二集的時候 判長都覺得 要證據他不行 那就是大陸化 大陸是這樣的 你要證據自己不是 對 我正想是這樣 剛才阿姨說的 我現在就說 總之我誤你什麼罪都可以 我誤完你之後 你就要證明自己不是 沒錯 那就是到了後期 所以為何到第二集 要打 那些綁匪 路師打綁匪 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是找個理由去打架 其實這一節 最核心 其實我們要看的 最重要都是這一節 就是作為一個變魔士 究竟怎樣去幫一些魔法師去平反 但是他的方法很奇怪 做警察去做飛虎隊 不是 但是他的方法是以步逆步 不要陶造主 不要陶造主 要逐步逐步來講 首先 作為這個變魔士 首先我覺得就是 魔法師 就是犯罪方 其實是 他是 好像是沒有什麼資格去找律師 這樣 他一來就被人抓住了 而當然 可能在第一集 暫時第一件案子裡面 就 因為 Cecily 就自告 他說 我幫你做 我幫你做變魔律師 其實還沒講收回 其實 就不知道究竟是否可以自己找 還是變魔事出於自願的形式 這件事真的不知道 還有怎樣收回 每個小時 他應該不會講到這麼深入 當然 這件事 在設定上會有些好奇 當然 你說Cecily 他最出位的就是 他穿到整個女高中身的樣子 他這件不是女高中身 他是那個年紀的 他的確是女高中身年紀 感覺上他已經像偶像服 對 那個裁判長就說 你這裡是不需要偶像的 但我看一看整個 整間鎖裡面 只有一個身來那人穿的 是正常的 整間鎖裡面 沒有一個人穿的衣服 我覺得不是偶像服 除了身來那一個 對身來那一個 其他全部不正常 他都穿衣服 我真的很想吐租 那一刻 當然 開頭那位魔法師 其實他都不相信Cecily 對他來說 就是因為 你這個臭小妹 你幫多我些什麼 那很合理的 欣賞 看到你的門 正常的 我覺得他那個角度來講 就是個個都不幫我 你做什麼 走來幫我 你是不是有什麼企圖 那我很難相信你 首先 他也沒有去很深化的事情 就是那位魔法師 究竟他有沒有意欲 想令自己脫罪 因為看他的傢伙 好像一被人捉完之後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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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所謂 無所謂 有什麼所謂 我在有聲之連 看到那間銀行被人打擊 我多麼開心 他可以擁救了英雄 英雄救命那一刻 他就已經無憾 打算死了 他打算 這傢伙真的沒有什麼所謂 所以你看到 這一個Case裡面 其實很難看到 所謂的被告人 和律師之間 他們 關係 不是關係 不是關係 他們之間 他們自己 身為犯人自己的心理描寫 他沒有 因為 全部都沒有什麼所謂 隨便 立場就是屠廢 我想那個也不是重點 所以可能這一集 不是 其實那裡我覺得 表現了一件事 就是世人來講 很討厭魔法 魔法 或者這樣說 可能是對魔法師來講 他們知道 遭遇了 沒有人會幫他 遭遇了 遭遇了之後 警察就說 我現在是屠你了 你有沒有證據譜 我不是屠你 你沒有 那你就真的是 可能那些魔法師 被欺壓慣了 壓迫慣了 你看到 在影片裡面 他出水魔法 多麼神勇 一出完魔法之後 被人打斷了 整個灰 被人打斷了 他都沒有想過的效果 他可能直覺 已經出了魔法 已經轟死了 然後出完之後 發覺大鑊 我今生就玩完了 那當然你說 這一道裡面 其實有證據了一件事 就是 叫做什麼 在這個動畫裡面的故事裡面設定 就是 用魔法的原則就是說 如果你是因為社會正義 而使用魔法攻擊的話 是無罪的 第十條 還有有一條就是 如果你用魔法攻擊 不知道是未經過什麼 又會罰款 有幾條 好像是九 九 不知道是用金屬 八 應該是 全部都是後面的號碼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他有沒有說到這條 好像沒有清楚 有 第一條就是 你不可以用魔法做刑事 文事 傷法的東西 不可以拿魔法來 因為便利 就拿來做這三樣的行為 第十條就是 說得最多的就是 如果你用魔法是合乎社會公義的話 便無罪 其實我覺得這個法律是有問題的 其實 怎麼定義 所有這些相關的法律 第一條應該就是 魔法是指什麼什麼 就不會這樣說 那個是附件 附件 附件A 可能是 所有都是這樣寫的 概念上 印象上 故事 其實 其實Azzi一直都想著 從這個方向就是 從第十條 這個方向就是 只要 如果是合乎 這個正義的情況之下 其實當中裏面 太天真了 還未到的 他純粹是一個 好像初出茅廬 充滿正義感 但是他完全不知道 現實多麼殘酷 有這麼黑暗的人 我倒十之下 後面會被人打臉 其實我為什麼在這條 他第一集已經被人打臉了 第一集裡面 他用這個魔法 因為有一個謎之機械人 襲擊他們的事 然後 他召喚了一個 半圓城的機械人 然後 機械人就是為了保護 然後他也被人罰款 二三萬這麼多 這些是小打臉 即是會大打臉 不是 這個劇情 是要他 永遠在這間 律師樓不做白宮 原來有陰謀 其實我旁邊的那個陰距 不是 其實我看這套 我覺得是很有記事 就是那套日劇 中文說 就是律政狂人 那套 那套 有點像 其實開頭 我看這套 由這件案件開始的時候 其實 都去到 Sexy他們 和 魔法師 為了保護的 那位女性 聊天之後 其實 我覺得他應該是 深化這一段 究竟 正常人 對魔法師 而魔法師對正常人的觀感 那件事 在這一方面出特 但最終就是 因為 找不到證 因為都是找不到證據 最終就是靠一個什麼呢 認為是很硬來的 就是 既然沒有證據 我就去 製造證據 其實不是找證據 其實不是找證據 而是製造證據 我覺得 而你看到 那位 粗糙到的程度就是 喂 那個律師 聖衰的 你說這傢伙是罪罪 我現在說 不是 再判過 大家 還有 很正常的 所謂 這套東西 始終都是法庭裏面 故事 我當然不知道是不是魔法庭會這條規矩 我現在亂加證人 他大陸又說 喂 你沒有通知 你沒有牌旗 這個證人不在我們現在 這場 這個判決裏面 最少是這天 所以你明白 因為那個是判官給他做的 所以為什麼那個戰鬥服 為什麼那個女主角那個是戰鬥服 就是用來迷到法官 這個不是戰鬥服 法官是對他反感的 他這些口裡舌不達 他很誠實 最後就是給他說 還不是戰鬥服 我就說是 當然 我去到那個 那戰鬥服應該不是這樣 應該是小報一點那種 之後才來的 這次加強玩 可能現在跌倒 之後會有的 不知道什麼 在那次 其實我tricky 我以為你用魔法 可能是穩定他的時候 利用自己的魔法去行事方便 或者用魔法的角度 你自己本身是一個魔法師 可以代入到他們 或者是現場環境裡面 如何去找證據 但是最終 就是剛才說 自己打 即是叫做什麼 硬碰硬碰 就是既然要證明這個人不是賊 我就去找那些賊出來 而等那些賊去證明這個人不是賊 首先第一我明白那些賊 為何要這麼順便去證據那些人不是賊 不是他純粹是那些賊 是覺得 哇你殺了我的同伴 我一定要 其實你覺得他那一幕說的 是不太合理的情況 我覺得 我覺得少少 這個是小事 我覺得那個賊 連現在發生的什麼事都不知道 我都覺得是 我作為一個正常人 他說 譬如我是一個賊 我被人捉了 我現在失手被人捉了 我那一下第一件事就是怕 我怎樣 怎麼辦現在 你被我捉到法庭 然後問我那些事 他可能都未怕完 他就是要你這一下 他要是新鮮而難被人捉 好像別人應該送去警車的還額 他不是 他送去 他送去 但其實這件事 反而算不算 你用魔法 你不是為了社會公義 你去捉了那些人 他其實犯法 這件事其實是 在這條 第十條裏面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呼吸 所以那個警官最後都說 這條件事很方便 因為最終的結果論來講 就是 Cecily他們捉到這班賊 而譬如到被告人 是無罪的 這是一個社會公義 你去證明了一個無辜的人 免受這個法律的冤獄 是了 縱成冤獄 那你這個就是社會公義 那 去回這個條件的話 一個因果定論的話 那你用魔法 你也是出於 你對 我這個懷孕一個正義的心 去使用魔法 就是為了令這個社會 這個社會的不公平的事 能夠得到平白 多偉大 做不夠正義 所以我覺得搶銀行的時候也挺偉大的 是吧 不是 為了社會公義 你看銀行的貸款 那些利息這麼高 你這麼多人 我也是為了他們去搶銀行 我贊成的 真的 不是 他們這樣說 當年張子強 沒有罪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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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見到這一隊 其實我自己覺得 就是幫法拿來 給我一個機會去打架 我不知道 他為了 這一字 高手到就是 他為了表達 這條法律 是多麼模糊 多麼模糊不清 總之 最後結果論來說 我是正義 無論當中 可能說你 不想傷過什麼人 不想殺了什麼人 都好 你都可以無罪 他是不是高手到 想表達這件事 如果是的話 我告訴你 他第一次可能真的成功了 這個當然要看之後 但如果他真的 這件事 我覺得是成功的 因為你告訴我 他搞這麼大的行事 把超級機械人召出來 入得機戰的機械人出來 去打 然後另外一面 還要做一隻類似 你有一隻巴尔布 你有一隻巴尔布 鍵人出來 然後他對打 PCWIMG 關西太平洋 然後還在水打 還不是關西太平洋 然後說 沒事 當然我不知道 下一集會不會有 出現這個 超重神 但是那個地區已經被人破壞了 但我告訴你 我們是為政治而尖的 這個又會歸回原本核心的問題 究竟什麼為社會公義 要像Ian說 社會公義的definitions 所以老實說一句 我直接這樣說 不是我講的 一定會寫的 應該說他究竟是 之後應該就是 除非他任審 什麼都不寫 法律執政應該是一個很法律執 或者是一個很規條性去規範 一些定義出來 令到Cecily他們這群主角群 究竟之後會發生了什麼事 因為其實現在看到 很大群人出了 但是還未出名 有一群經常在後面 對著女兒是這樣 在那群奸笑 奸笑 那群不知是什麼 高陳的那些 裁判長那些 不是 不是 有一群年輕的那群 穿著西裝骨骨 整個衣冠琴修 經常對著那群人笑 有襲擊Acessity那群 那群 兩個而已 西裝骨骨骨 那兩件而已 對 無面人 不過那些襲擊那裡 你會留意到 Sechy和他的同事 他的同事 被人戒掉那塊臉 但是 沒有東西 沒有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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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 他的能力就是 但是 沒有事 可能 茄醬是補飯 那些什麼茄醬 忌廉那些 我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 正如說明說 是很高端的 他是一個 什麼 說話的第十條 正義那裡 所謂正義為何物 很有名 但就算是一部爽片 也好 他也一部成功是爽片 你覺得 機錢是不正事 但是 他是有齊殺男人的浪漫裡面 女兒 暴力打鬥 而且是機械人的 重點是好看的 男男人浪漫 見仁見智 但是 其實我真的不預期這套 有機械人 挺好看的 我也不預期機械人 因為這個預告沒有 當然 你說他第二集 也說了 這一個故事 應該是最核心 最核心的主線 就是其實Sesity 是為了 令他 平反他媽媽 可以讓他放回 因為他媽媽現在 應該是代死刑犯 我覺得整件事是愚蠢的 任何的國家的法律 都不會容許一個 和囚犯有直屬關係 人們可以做這些事 那不關你 他知道他不關 是牽涉到他的案件裡面 其實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不要緊的 所以他為何要加入 這個蝴蝶的辦事處去裡面 他說裡面其中一條 幫他打就行 他說他自己親自打 親自 操紅操紅其他人 算了 可能沒那麼快又給你 很難說 不是 不是 我覺得錯 他應該用武器人 威脅他的同事 你幫不幫我打 不幫我打一拳 我都是為了社會正義 我覺得愚蠢比較好一點 很難說 至少比起 上一季那一套 雖然第二兩集操作 但是暫時我都找到 一些理想去解釋這件事 至少說 我可以期待這套東西 有發展空間 就算你不解釋都覺得好看 不是 最少我覺得是有趣得多 另一樣就是說 他找這個做題材 動畫都幾少見 好像沒什麼見過 應該沒事 是啊 所以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想說什麼 我會有興趣去看 有動畫 但動畫真的沒有 是啊 好像原創動畫作品 原創動畫作品 原創動畫作品 今季多年創 今季多年創 所以我這套 我都挺推薦大家去看 沒錯 無論是你想看作畫上 機械人都沒有問題 我告訴你 其實第二集我已經說 機械人都沒有問題 但他好像不太看到全身 即是不太看到機械人全身 究竟是一些什麼概念 因為他有騷的 真的很大件 真的 是啊 不是他只是側面騷 他不會有一個全片給你看到 整個機械人是怎樣 他有拍一些細部位 慢慢 即是好像你看Transformer第一集 我相信不會有錢到 機械人打算用一次就算了 不是 3DCG來的 所以應該會用很多次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賭多少 就是作畫的時候分 打鬥什麼時候會沒有 以及什麼時候人節開始走樣 那些人節真的很難畫 我看這個款式 我覺得不會 不會 我覺得不會 因為梅宗派一向都有 一向都崩 一向都崩 一向都崩這個我不理 不理 其實兩個畫風是很相似的 那一套動畫是有動畫化過 用這一一種的畫風 那所以其實你說 在那個staff的recruit 或者是債作Sir 你會覺得他有一定的經驗 就 未會這麼快下去 那麼快就崩了 最怕是燒夠錢而已 對 而這套東西 另外一方面 其實好像說 這件事就是警察的方式 其實因為警察那邊 其實兩集裡面 其實現在警察是很黑暗的 警察 警察屈那個受害人 你是斑賊的同黨 而跟著 他是查到斑賊在哪 我現在就特地不捉斑犯 我等你死了之後 我才去捉斑犯 然後死了之後 說 Sorry I'm sorry 不好意思 原來你不是 但沒辦法 你poof不到自己不是 我唯有當你是 這件事就是 靈我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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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不會 這件事是反而表現了 譬如人類方 真的很不喜歡魔法方 他不喜歡到的程度 其實是連你政府內部都不 就是警察 警察有證據 因為其實老實說 因為警察不屬於法律那邊 他是屬於執行 他是要維持社會公義的 他是要 而當他知道就是班冊 他們是完全沒有 你錯了 警察從後都不是 社會公義 是維持社會公義 沒錯 Sorry 不好意思 你跟我說胡椒噴霧 是維持社會公義 Sorry 不好意思 我評價高了 又給你 道出真相 我會 我不知道那個女兒 刑警是幾大觀 警察到 至少肯定她是 應該和摩佛斯過節 她和所長有舊相識 又很不喜歡摩佛斯 可能有些公義經歷 但是是這樣 幾十高齊那裡 又包庇了所長和女主角 別人去抓她又不行 這件事黑暗一點 就是現在我們 警察說壞 我們屈人 我們壞了 還有那麼多話說 如果爆了這件事出來 然後社會就說 你騙人 你屈人 沒有 我覺得這樣說就不對 就是所有人 夠僵去胡亂做事 全題都是一樣的 又靠散 這才是社會黑暗 然後又可以 就算她告她 她都可以打出來 摩禁第十條 只要是因為 社會公義的事 就不是這樣 我說 我入心理警覺內部 我都是為了社會公義 你不要突然說什麼摩禁 摩禁第十本 摩禁法 那是對的 她好像是 因為那個所作找了一個 不知道什麼人 令到她用這個 還是那個青蛙友 找了一個人 總之 裡面那個會社 另外一個 staff 不是青蛙 不是青蛙 她一開始有五個人坐在那裡 坐在最左手邊的阿叔 那個人 所以高層包不包她 因為她說 現在事情就是我對的了 社會公義在我那邊 你是不是誣我 現在我拿回第十條出來 跟你玩 所以其實高層說 算了 唉 當今次輸了 下次再誣她 也有機會 其實我感覺上 跟她媽媽的案件 應該有些關係 但其實很明顯 其實她不是賣 Sexity賬 她是賣 碟野所長的賬 應該是 碟野所長有些東西 那不就有關係 那不就有關係 但是她 整個事務所 都有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發生了 那就等於是 等於你可以 按了一層頭 就可以搞一億生意 喂 所有老闆 都會請人就可以了 他用不自己做 他懂不懂摩法 根本就沒有關係 每個老闆都是傻的 我覺得 甚麼是 那可能其實 甚至可能最後講到 其實她為何要成立這件事 就是因為 當然就是 因為Sexy的媽媽 其實不知道在哪個時候 救了她 然後她就立志成為一個 維護社會公義 有女 維魔法師 新春正義的律師 所以為何她會知道 Sexy的 對 有可能的 這件事 有機會 但是 至少其實 在座幾位主持 其實都很期待 這套之後的發展 我覺得 哪怕一句 就算她爛 我覺得完結 都應該是很有漢點 很有兆點地 她打到傻 我已經覺得爛都沒有所謂 如果繼續保持質素 好啦 那我們這套去到這裡 那我們去下一套